道心决定了一个修士能走多远 王林虽然已经成为应变修士 也想走到大道尽头 但在朱雀星时 却一直不明白自己的道心是什么 直到来到天运宗 接受入门三观考核时 才开始明目自己的道心 在仙逆援助中 王林与往昔做了告别之后 就与司徒南踏入星空 两人来到一颗交易星 司徒南将此星上的重宝洗劫一空 随后传授了王林许多神通 以及战斗经验 这才赶往凤丸星 与司徒南分别之后 王林乘着星罗盘 耗费了一年多时间 才赶到天运星附近 这一路上路过了许多修真心 有的是蛮荒星球遍布凶兽 有的则是繁荣无比 除了这些星球风光之外 王林还遭遇了星空强盗 这些修士常年生存在星空之内 且大多修为不弱 但凡有修士被这群强盗遇见 就会杀人夺宝 喜结一空 王林虽然遇到几个 但好在有惊无险 以强横的修为将这些强盗赶走 此后 王林就不再收敛气息 反而让古神本尊 释放出滔天的杀气 一般修士见到根本不敢招惹 因此 王林很快就来到天运星的星域 又航行一年之后 一个深紫色星球出现在王林面前 此星十分巨大 四周还有五颗略小的星球 其上散发出阵阵法力波动 显然有着禁制阵法的存在 这个紫色星球正是天运星 王林望着天运星 眼中闪过一丝兴奋 此星实在太大 朱雀星与之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并且即使在星外 都能感受到天运星上浓郁的灵气散开 如此大的差异 也难怪天运子当初说朱雀星是个废弃星球 王林感叹一番后 让本尊去一颗蛮荒星球 沉入地底修炼 自己则向着天运星冲去 天运星四周被青色雾气包裹 远远看去 好似给天运星覆盖了一层青木一般 王林本想直接穿过青木 却在其中感应到危险的气息 当即停下脚步 就在此时 青木好似被一双无形大手拨开 一位黑袍青年出现 淡淡扫了王林一眼后 询问可有通牒 王林只能缓缓摇头 黑袍青年再问可有邀请 王林沉吟片刻依然摇头 黑袍青年便让王林离开 说罢就要向光幕内走去 王林连忙说自己是来寻找天运子前辈 黑袍青年脚步一顿 盯着王林看了片刻 才问到可是来自朱雀星 王林文言一正随即点了点头 黑袍青年这才打开光幕 为王林指了天运宗的方向后说道 进入吧 天运子前辈已经等你多时 王林感谢一番后 就遇见往天运宗飞去 对天运子也更加好奇 猜测天运子修为已然通天 竟能算出自己来到天运星的时间 进入天运星后 一路畅通无阻 只用三炷香的时间 王林就来到了天运宗 天运宗位于天运星东部 处于一片鸿蒙之间 宗内十万大山密布 遍布亭台楼阁 半空之中 还有一座巨大的殿羽 下方的石块阶梯弯而下 没入十万大山深处 王林来到山门之外 看了片刻之后 就抬脚向前运去 只听一道声音从虚无传来 贺道 来者止步 王林顿时面色一速 抱拳说道 朱雀星 王林前来拜见天运子前辈 这道声音沉默片刻后 告知王林 天运子已经知道他赶到宗门 但是想要进入天运宗 无论何人都要接受三官之礼 王林并不清楚有此规则 当即询问有那三官 那道声音解释道 话音刚落 一道光圈出现在王林面前 此圈正是第一官的入口 王林扫了一眼 微微一笑道 随即一步踏入光圈之中 就在王林进入人之官时 天运宗身处一棵菩提树下 站着三人 当先一人时的老者 一副出臣之感 老者身后是两位中年男子 其中一人面目和善 而另一人则目光冰寒 和善男子看了老者一眼说道 是对 此人只不过是记名弟子 何须入门三官呢 老者缓缓摇头 声称王林只是自己心念一动 才想着收徒 但仅仅数百年就达到如此修为 定然不同寻常 接着老者交代和善男子 若是王林闯过三官 就安排在紫云阁居住 说罢就飘然离去 眼神冰寒的男子听到紫云阁后 顿时冷哼一声 对着和善男子说道 大师兄 紫系阁 岂是寻常记名弟子 可以居住之处 你所在的紫天阁 我所在的紫梦阁 这可都是师尊的真正弟子 才可占据之处 大师兄听到此言 也是微微一笑道 这王林道也不凡 师尊动了真正收徒之心 也是情理之中 你我师兄弟又多一人 岂不是乐事一见 周师弟当然了解 这笑面虎一般的大师兄 不会说真话 当即冷哼一声 拂袖离去 这位大师兄 则神情平淡 看向王林闯关之地 此时的王林 已经进入了人之关 只见此地白茫茫一片 好似在虚无中一般 一股孤独之感在心底升起 王林连忙将神石散开 向四周扫去 就在此时 一个模糊的身影 从远处缓缓走来 随着距离拉近 也露出了绝美的容颜 正是李木婉 只见李木婉 谈口微张 不断说着什么 但却没有一丝声音出现 李木婉顿时露出一丝焦急之色 再次上前几步 不断对王林诉说着什么 王林看着李木婉 似乎已经明白了 人之关的奥秘 此关考验道心 眼前的李木婉 正是道心所化 王林看破之后 主动来到李木婉身前 一把将其抱住 口中喃喃说道 道心 道心 也不过如此 说着两人就一同消失在白雾之中 菩提树下的大师兄见此 顿时轻易一声 眼中露出奇光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人之关考验道心 通过之法不外乎两种 一种是尽心躲避 当心绪全部收拢 时间到了自然会通过 第二种 则是强行以利破之 打破道心幻境 而王林却选择了 常人很少选择的扣问道心 直接融入道心幻境之内 此举太过危险 稍有不慎将道心破碎 或者沉沦其中 因此少有人选择问道 所以才会让这位大师兄惊奇 当王林与李木婉消失之后 人之关出现了一个小村庄 好似世外桃源一般 村中有一处独栋宅院 一位老者坐在院内品茶 远处一位童子正拿着刻刀 一丝不苟地在木头上雕刻 童子刻画几刀之后 看向老者询问道 你到底是谁 老者只是笑笑 随后一位中年汉子走入院内 为老者蓄满茶水 随后表示要入山一趟 听到中年汉子的话 老者并未言语 一位老妇人的声音传来 询问为何入山 汉子只能答道 山里有老虎出没 准备与同村之人 将其除去 运气好的话 还能为老父亲弄张虎皮作呕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 中年汉子离开之后 再也没有回来 最终老妇人等来的 却是一具残缺的尸体 悲痛之下也随之离去 院内只剩下老者与童子两人 此时童子眼中似有名物 手中木雕即将要完成 他正式进入人之关的亡灵 原来亡灵融入此关之后 化为童子 演变出中年汉子一家 借此感悟轮回生死意境 中年汉子丧生虎口 其母悲痛去世的场景 已经轮回了83次 但这一次次的轮回 却还是让王灵的意境差了一丝 以至于手中木雕始终无法完成 于是他决定继续轮回 本为考验的关卡 却成了他的机缘 实际上关那一次轮回 外界就是一天时间 说是考验 其实就是机缘 这三关一人一生 只能经历一次 乃是天孕子耗费无数心血不成 若是能够彻底领悟 修为将更进一步 但王灵的表现实在太过惊艳 已经度过83天 比曾经最优秀的弟子孙云海久 这让一直关注此地的大师兄 心生极度之意 和善的面庞也变得阴沉 随即射出一道七彩之光 融入人之关 王灵化身的童子正在雕刻 但七彩之光闯入之后 世外桃源开始消散 此片天地好似要崩溃一般 王灵直接将刻刀挥出 斩向七彩之光 然而七彩之光闪烁一番后 直接变成了一双眼睛 扫视着人之关的一切 王灵猛然抬头 刻刀不断翻飞 眨眼间就雕刻出山村的一切 当木雕完成之后 立刻自动燃烧起来 四周崩溃的景象也开始复原 接着王灵看向空中的双眼 满含沙鸡地说道 不管你是谁 现在觉悟消失 大师兄借着这双眼睛 已经看清了王灵修炼的乃是轮回道 于是对峙一番后 就此消失 王灵冷哼一声 开始第84次轮回 只是此次雕刻的木雕 乃是一位女子 十日之后 人之关终于有了动静 一位童子从内走出 两步之后化为少年 三步之后变为青年 手中的木雕也已然成形 赫然是李木婉的模样 王灵终于通过了人之关 并且对轮回之道有了更深的感悟 当王灵踏出人之关后 那道声音再次响起 赫问道 地之关考验的是修为 你可敢踏入 王灵大笑一声 一步冲入地之关入口 此地乃是一片岩浆世界 王灵进入之后 思索着考验修为的方式 就在此时远处冲起一团红颜 凝聚成一个火红色的身影 对着王灵说道 地之关 一时护仙 打败我 你方可前行 王灵闻言身形向前一冲 猛然一拳轰下 火红身影立刻挥拳抵挡 两人撞击之下 火红身影顿时双手血肉模糊 身形不断后退 十丈之外才停下 惊讶地望着王灵 随后火红身影略移攻身 再次化作火焰 钻入地底缝隙不见 王灵私存一番 感应到后面 还有这种生物的气息 并且有些相当不弱 若是继续向前 恐怕交手之时 会暴露很多底牌 然而外面还有人窥伺 于是王灵选择放弃通过地之关 放弃地之关后 王灵并未被宣告入宗失败 反而被带入天之关 此关考验异境 王灵再次静坐三十天 一直琢磨有何玄机 此处能让异境无限接近天道 却总也触摸不到 又是二十多天过去 道之领悟在原神之内留下一丝痕迹 王灵当即不再参悟 宣布放弃天之关 那么不愿暴露实力的王灵 联系放弃两关 还能顺利加入天运宗吗 欢迎点赞关注 下期视频精彩继续